我女兒接著9月就會入大學 可能也有不少朋友有子女 都是到這樣的年齡需要入大學 不過入大學之前也提一提大家 可能打定一些預防針就比較好一些 我講的就是一些叫做腦膜炎針 腦膜炎針有時候大家都經常聽的 這個名字有時候很混亂 因為它有很多種 我現在講這種腦膜炎 這種腦膜炎就由一種叫做 Nicillium meningitidis的細菌引起 它的樣子就是兩顆兩顆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圖畫的樣子的細菌 這種細菌裡面也有很多細分很多種 其中有一堆引起腦膜炎 因為有太多種 一種預防針也預防不完 起碼都有兩種或者以上的針 來對付這隻細菌引起的腦膜炎 所以都挺混亂的 不過我今天就講回 如果你的子女是 比如說十六七歲 十七八歲的時候 需要入大學 就可以考慮這一種 大家看到圖畫在這裡 就是這一種的腦膜炎針 這種細菌挺牙煙的 它有時候都透過一些緊密的接觸 就會容易傳染到回來的 比如有時候 比如大學住宿舍 或者在外國的地方 比如在軍營裡面 軍人住在一起 甚至乎每年去回教 和麥加朝聖 以往都很常 因為人多聚集的時候 就傳染到回來的 因為這種菌 有些人就帶著 在鼻煙裡面 就是直接在裡面 比如咳打一次 很近距離 就是口水鼻涕那些 就很容易傳染給其他人 但是又未必每個都發病 有些人就只是帶著在鼻煙那裡 但是這種細菌 就麻煩在於 它就有個殼在外表 有個殼 它的殼 每個殼都有少少不同樣的 就是一種細菌裡面 它的殼就有很多種 有些殼就這樣 有些殼就這樣 就是有少少 你好像買榴槤 有些是大釘 大釘 有些釘大粒一些 有些是小釘 小釘 有些可能是 紅蝦 有些是 金枕頭 或者是 貓山王 樣子有少少分別 它都是同一種細菌 不過是同一種細菌 但是它的殼上 就有些不同的樣子 變了 它就靠著殼 就很容易侵入到人體 就離開了鼻煙裡面之後 就入到血 隨著血 全身走 就會引起 sepsis 或者敗血症 就可以很嚴重 一敗血症 就可以引起多重器官衰竭 或者血液裡面 就會形成很多的血塊 塞住血管 就令到 比如手腳沒有血到 就會 好像壞死 需要截肢 非常之恐怖 如果我們去到腦裡 隨著血液 去到腦裡 就會去到 我們包著腦的膜 那個位置 就令到它發炎 通常病徵 就突然間 很頭痛 如果有些厲害 甚至神智不清 有些就會 頸很緊 或者見到一些肛 就很怕肛 那些病徵 頭痛到很厲害 痛到嘔 有些時候 身體上高 就會出現一些 很深色的紅疹 那些都是很危險的症狀 因為有這些症狀的話 可以 就真的 一天 很短時間之內 甚至 以鐘頭計 就可以死人了 幸好現在 有一些疫苗 這個年紀最常打的 就是一些 四架的腦膜炎疫苗 四架的意思 就是它對付到四種 即是說 這隻細菌 就有四種不同的形式 它就對付主要引起 腦膜炎那四種 這樣 那打了之後 都相當之有效果 那副作用 也都不是很大的 那都是一般那些 比如打針的位置 有些痛 或者有些人 有些少少覺得累 有些想作病 發燒 那些 那嚴重的效果 都甚少 相當之安全 都挺值得打的 大家有子女 到這個年齡的話 最好 都是打回 才升讀大學 就是最安全 好 今天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大家買了那本新書沒有? 那有一本新書 叫做 這本新書院裡面 有很多這些簡單 很容易明白的 又有用的醫學資訊 那大家還沒買的話 可以去三年書局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田園書局 天地圖書 成品書店 都可以賣的 也可以上 HKTV Mall的網站 訂購 還沒訂閱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鍵才走 按鈴鐺 如果你有餘力的話 就歡迎你 透過超級感謝的功能 支持我繼續拍這些影片 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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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